嗨 大家早安 我是布布媽 我今天呢 穿得蠻正 蠻正 蠻正式的 我今天的工作就是 就是我今天要去錄一個演講的影片 是要回我的母校輔大 就我的戲上播放 然後其實 我可以轉回去化妝了嗎? 可以 我已經畢業幾年了 畢業好像 應該15年有囉 沒有那麼久 可是應該有個12、13年 然後就是我們的系主任就突然聯絡我 就說希望 我可以回去跟學弟妹們分享一下 我這幾年的工作 包含開店還有包含成為部落客這一塊 我覺得大家可能比較想了解成為部落客吧 開店好像還好 本來是要回學校去演講 只是因為 最近疫情實在是非常嚴重 本人是非常的貪生怕死又膽小 畢竟家裡有幼兒 所以呢我就跟他們商量說 改成遠距教學 我就把影片錄好 然後他們先想好一些問題要問我 然後我就錄在影片裡面 所以我等一下就要準備出發去錄影片了 今天穿這樣應該還蠻正式的吧? 嗯 應該有個專業的感覺 但平常差很多耶 嗯 很屁啊 好啦就這樣我要先來化妝了 希望學弟妹們 看不出來 我有大他們 十幾歲 那大是二十二 喔 一輪多耶天哪 好驚人喔 不要告訴他們 其實我才剛畢業三年而已 妳一定是上字卡學36歲 沒有 35好不好 好啦 我要繼續化妝了 就這樣了 到底要拍多久 可以卡了沒 妳在這邊我很難化 妳知道 因為通常化妝會有一些很醜的表情 我真的很不會化妝耶 欸有彩妝那個邀約可以 我說我不會化妝還是要彩妝邀約 有彩妝課程可以推薦給我 現在要幹嘛 沒有啦 加剪拍一些過場的畫面 戴著口罩是不是能拍 是能看見 所以等一下拍的時候也要戴什麼 沒有啊 剛剛看不到我美麗的臉 畢竟我就是靠臉吃飯的臉 哈哈哈哈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嗨 我們現在移動到了我的店裡 剛剛有跟大家說 我們今天其實來就是要來巫人子弟 我是接觸笑容 我不是接觸笑容 那妳說可以 對啊我就說我要講什麼 然後她就說 她希望我可以分享就是 歲月在我人生留下的經歷 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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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沒錯 然後因為他們現在就是應屆畢業生嘛 大四的學生 所以他們可能對未來出社會 有很多美好的憧憬跟幻想 就是我曾經的憧憬跟幻想 妳是要來打破壞嗎 我是要來打 沒錯 我今天就是要來打破壞的美好的幻想 因為他們現在有的幻想 也就是我當年有的幻想 就在我經歷了這一些之後 會覺得有些事情就放下她 是不是最近 講過了 我講過嗎 早上不是就講過了嗎 好啦再講一次 因為武漢肺炎 還硬要講武漢肺炎 然後假想我覺得我去現場面對這麼多人 我應該會不知道欸 已經很久沒有在這麼多人面前講過話了 因為一般應該也有個四五十五六十個人 我覺得也太緊張了 後來想說用影片方式也不錯 我覺得至少我還可以NG NG就剪掉就好 嗨各位選聽人們大家好 我是你們就是參與 參與管理師 好心 現場假如果他們反應很不熱烈 那我是很尷尬 那你有想過我感受嗎 沒有啊 我本來還要想好要帶大家回福大一日遊欸 然後順便演講 殊不知這個 福大美食一日遊 美食好像都不見了 反正之後有機會再帶大家回去好了 就是福大就是一個 初美女的學校 我不知道現在還是不是啊 我們那個年代是 就只要人 只要聽到你是福大 就說哇福大就是初美女欸 然後導致我都想說 靠福大是沒有其他有餘的東西 好啦就這樣啦 有機會再大家回去看 這一次我就先用影片 來跟學弟妹們精神喊話一下 我要去錄影片了 好了 可以自己開始了 這麼突然 你要先看清楚自己的定位 那要怎麼樣想清楚自己的定位 其實就是你要去調查 然後去觀察周邊這個商圈 適合就是會來這間店的人 因為其實像咖啡廳這種東西 它非常的講求一個地域性 地點是真的是非常重要 我覺得讚你會不會創業成功的 至少要六七成了吧 因為你地點選的好 那我覺得你的成功機率就會高很多 可是相對地點選的好 你的租金一定也會高 所以你要先去評估說 你的租金跟你開的這家店 它有沒有辦法賺錢 我的三家店其實我都沒有把它定位成 所謂咖啡非常專精的這一塊 雖然我們是咖啡廳 因為第一個是我沒有所謂冠軍的咖啡師 第二個是我自己也不是咖啡專精出身的 然後其實 播客大家可能會覺得 好像很光鮮亮麗 然後可以一直用很多新的東西 然後或許寫一篇文章可能幾萬塊幾萬塊 它的稿費或者是它的一次性的收入 的確是不錯 就譬如說 maybe我可能寫一個文章 我就可以拿到多少錢這樣 大家單聽這個數字就覺得 哇好好 我寫一篇文可能就等於給人家快個月的薪水 可是你必須要去思考說 你要在成為這個之前 你要怎麼樣去經營 你要經營非常久的時間 我也是一開始也是寫無籌的 我只要覺得我商品喜歡 我就願意把它分享 我就很用心的寫很用心的拍照 其實你只要有用心 廠商他就會繼續的回來找你 好 我現在已經完成我的影片了 雖然中間講到一度有點詞窮 因為沒有人跟我互動真的好難講 然後他們還說希望可以 是不是蠻想念我 還好 他們希望可以講個30到45分鐘 超難 因為要講很多 今天的工作就告一段落 如果你們也對斜槓人生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再考慮一下 逼迫冰生拍拍板 我給學弟妹的話 簡介來給你們看 喜歡我的影片 要記得去訂閱我的Youtube 是不是有小鈴鐺啊 為什麼大家都要叫大家按小鈴鐺 那打開小鈴鐺才會有通知啊 你怎麼會不知道呢 我不知道 我跟Youtube很不熟 訂閱以外呢 要記得把小鈴鐺打開喔 這樣每個禮拜六就可以看到我的新影片了 我要去吃飯了 超餓的 掰掰 硬要戴墨鏡 我戴了你們一整輪了 啊 都要破了嗎 好可怕喔 它為什麼會倒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這不要鬧場好不好 破了嗎 沒有啦 它背傷不知道是怎樣 靠腰 對 你燒好了 真的是鬧場喔 怎麼那麼巧會提到的 現在要繼續讓它放著這個 我先關一下